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表演嘉宾 你们好 欢迎你们 这是来自贵州吉净与大刀艺术团的团长和他的团员们 成员 你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谢谢大家 您来的这个平台 是我们的聊家人的勇气 是我们最大的勇气 这边是看到这些高档的评委 高档的评委 还有中档和低档的吗 您看主持人属于哪个党的 也是属于高档的主持人 也是属于高档的 来自最偏远的一个松桃自制县 但是我看这个节目的名字叫 枪尖上的舞蹈 这个名字感觉很有危险性 但一上来全是姑娘 是他们来表演吗 对 枪尖是在什么枪尖上跳舞 我们叫红音枪 红音枪的那个枪尖上 还有我们家里面用的菜刀 还有在菜刀上 就全这几个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芝花 今年多大了 17岁 你就一会儿要在那个刀尖上 和枪尖上演吗 是 还有我的小兄妹 你叫 唐慧 唐慧 多大了 16 你们练这个绝技绝活练了多少年了 六七年了吧 练了六七年了 那岂不是你们十岁左右就开始跟着师傅 就开始闯荡江湖 现在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很感兴趣 他们怎么样来演这个枪尖上的舞蹈 我们掌声送给来自贵阳的孩子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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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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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惊险的 有一半的时间我闭着眼睛 然后就看着就觉得真是有点不落忍 你那脚丫子真没事啊 没事哈 咱们听听评审的感受好吗 团长来 各位高档的评委来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通常这些东西 这种硬功只有男孩子练 很少我看见女孩子练这种硬功夫 你们两个一定是非常喜欢观众拍手 不然的话你们不会练得那么辛苦 对不对 谢谢 记住小孩子在家 通常小孩子在家不要练这种动作 记住 不要在家练这种动作 要经过严实教导 我觉得你们这真是功夫 是真功夫 真的很棒 真的非常非常棒 你们这个节目非常震撼 希望你们这个节目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感受到 你们从小照训练到今天能够上到中央台的这个 我要上春晚这个栏目当中 所经历的这种艰辛的这种努力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更加的成功 谢谢 谢谢 首先谢谢团长照顾这么多孩子 让他们学了一声毫无意 我们刚刚看的时候 仿佛能把刀都架在我们脖子上面这样 我们都捏出一把冷汗来 然后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 恭喜你们表演得很好 真的我刚才 我和大家一样的 就是看的时候 可能那个表情被录下来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 我真的很感动 我也是刚才很想知道 你们的脚有没有受过伤 是不是很厚啊 那个下面 不厚 有的 这个脚它如果厚了它是打滑的 OK 所以它是软的 和你们差不多的 OK 因为小时候我也喜欢光着脚 那个 那样乱跑 我刚才想 那我可不可以去练一下 但是时间太长了 你们练了好多年了 总之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支持你们 谢谢 我们也再次谢谢孩子们 今天带来的这样的一种 精彩的表演 我们一起来看看观众的投票情况 杂技枪尖上的舞蹈 最后的得票 295票 我来代表 我来代表表讲给你 感谢观看